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到最後英文一期讀 我們如果要說一個人或者你的寵物之類的很黏人 總是混在你的身邊 趕都趕不走 你一回家你的狗就黏在你身邊 連你大便都要跟著去之類的 很黏人 要怎麼講呢 這邊寄一個Fasthole的故事 其實我看了有一點點回想起我父親跟我說過的一件事情 所以看了真的有那麼一點點情緒 但沒關係我們就看一下 所以先看這第一個故事 As a kid, my daughter loved leaping and clinging onto me At 3, 4 and 120 pounds, she still greets me by jumping on me for a hug She has no idea I am on testosterone to maintain the muscle mass to catch her Have a few years left before I have to ask her to stop It'll break my heart 好結束了 OK 所以看他說什麼 這邊說身為一個小朋友 我的女兒呢 喜歡做這件事情 所以文法說得很好 你這邊說as什麼什麼東西 逗點後就必須是那個東西 所以身為你的父親我必須告訴你 幹的好孩子 As your father, I can tell you about 所以這個as your father後面就必須是I 如果說as your father 然後我後面記得是我的兒子怎樣 那不對啊 那我的兒子還身為我的父親 什麼鬼啊對不對 所以這個as什麼東西 我這邊稍微打一下筆記好了 as你加了一個名詞的時候 逗點後這個名詞再接下去 就後面有主詞動詞的結構 就這個名詞必須跟後面這個主詞是同一個東西的 OK同一個東西的 要是不是的話 你會讓你的讀者混亂掉 好所以他的寫法是對的 身為一個孩子 我的女兒 啊沒錯我女兒是個孩子嘛 所以我女兒就喜歡幹嘛呢 喜歡這個leap就是往前跳躍 像以前中國有那個叫什麼大躍鏡有沒有 還是那種大躍鏡 英文就翻譯成the great leap OK好像女兒喜歡就是跳 然後呢 巴在我身上 所以這個我們剛剛說很黏人 就是clean這個字是OK的 so you clean onto something 所以一般的片語大概會是clean加上 onto 什麼什麼這樣子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詞再變成另外一個形容詞 就是clean-y 加個歪結尾就好了 OK My girlfriend is very clean-y My cat is very clean-y 這樣子OK 那還有另外一個詞 一樣我們還是在說 就一個東西很黏另外一個東西 attached ok 所以attached就黏在一起 我們也可以說是email裡面的附件或之類的 也會用這個字 email attachment 這樣 那所以說假設你的狗很黏你 so my dog is very attached to me 這還是用被動的 ok用被動的 好所以這個clean-y沒問題 再多講一個字好了 就是 狙結尾的字再多加一個y在後面 就聽起來比較可愛的一個形容詞 這樣子 因為你知道東西叫做thing對不對 那所以thing呢這個字 這個已經絕對不是新的英文了 因為我也聽到很多年 只是我好像在我自己這個頻道 似乎沒有講過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今天順便講一下 thing可以加個y 蛤 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意思 就是本來thing是東西 那加個y就變成可愛版的 所以這什麼玩意兒 ok 假設我跟你是個學校同學 然後我說你能不能把那個化學課的那個什麼什麼帶來給我 這樣 然後化學課的那個什麼什麼 所以有這 can you bring the chemistry thing 那thing只是東西 can you bring the chemistry thingy to me thingy這樣子 所以這個thingy是 蠻可愛的一個變化這樣子 thingy 好啦anyway 所以他女兒很喜歡跳 很喜歡巴著我 那女兒的狀態是 他這裡沒有打出那個點點來 所以他女兒是3尺4英寸 那一般男生可能是5尺幾寸 甚至高一點的6尺幾寸之類的 那可以換算成公分 那這種身高的說法就是把兩個數字講出來就好了 所以像NBA球員6尺9 我記得林書好是不是6尺4 64 69 611 73 所以你就把那數兩個數字說出來 幾尺幾寸這樣子 所以我的身高大概是58 57 59 所以5加個後面的寸 所以他的女兒就是34 所以34可能就我也不知道耶 似乎可能就一百三二三四公分 我不知道 所以34然後他120磅 120磅 120磅 大概多少 可能也有個50幾公斤 其實 那他跟這個 這裡應該是爸爸了 我們假設一下 所以應該是因為他有那個吃這個 不過我也很難 很難說 因為說真的 女生服用我也 不意外就是 所以總之 他的女兒 跟他打招呼的方式 就跳到他身上 來抱抱 so she still greets me by jumping on me for a hug yeah ok 你說他有什麼好打招呼 爸爸跟女兒有什麼好打招呼 孩子會啊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說這 讓我詳細一些 我爸跟我講的是 呃我姐姐的女兒 呃還小的時候 呃下課的時候會校車載回家裡附近的一個巴士站 所以校車的那個那個那個路線 就一個其中一個站會下來 那那在巴士站下來的時候 家長不放心的還是會去巴士站接 然後讓他陪他走回家 那在多仁多這個地方慢慢變得有必要 因為才真的有就把小孩拐跑 然後殺掉的那種很久以前的一個案子 所以家長不放心 要不就自己開車去接小孩 要不就校車搭回來 然後在那個巴士站 把小朋友跟他一起走回家 所以那個時候我父親 就會去接我姐姐的小孩 啊所以那那每次校車門打開 那那個小朋友就會看著爺爺這樣子 然後他就會說爺爺 然後他就會有一點點往後 呃就重心往後一下下 然後隨時要往前衝的那個感覺 所以這個時候我爸就會把手張開 然後他就會從校車上跳下來 直接跳到我爸身上抱住他這樣子 所以我爸有跟我講這件事 那我聽了就覺得啊真是可愛 OK那現在已經不可能了 因為這個我的外甥女今年要上大學了 所以大學生已經沒有辦法跳到主婦身上了 而且主婦也不在了這樣子 好anyway 所以他這邊說的他女兒 3-4 120 pounds Greet me by jumping on me for a hug 但他女兒不知道的是這個老爸 是有在為了要維持他的這個身上的肌肉量 是有在 是有在一直吸收服用 不知道是不是服用啦 因為用那個on 我們不知道是怎麼 怎麼放進身體裡的 Testosterone 我們這個字我們曾經講過 就是那個高固酮這樣子 OK So she has no idea I'm on testosterone 所以他這個反正男性激素 to maintain the muscle mass 來維持住他的肌肉量 為了能夠去接觸他 to catch her 這樣子 那可是他也知道他的可能時間也不久了 so have 所以這邊沒有主詞 所以應該是我 so I have a few years left 所以我只剩幾年了 那時間到了他就必須要跟女兒說 爸爸接不動你了 你不要再跳了 so before I will have to ask her to stop so before I have to ask her to stop I still have a few years left 倒過來也可以 那這邊應該是句點 沒有連結詞應該是句點 但無所謂 那總之這件事情 會讓這個人心碎 因為他就不能接女兒了 聽起來真的是 頗有一點 不知道該怎麼感受這件事情 好我們再把這個故事念一次好了 so as a kid my daughter loved leaping and clinging onto me 用的是過去式 呃 yeah 所以 我又忍不住停下來 所以這裡用過去式是因為他 女兒小時候就喜歡這樣 所以他這裡先用過去式 那下去就跳成現在式 因為他女兒現在真的是120磅了 ok so she still loves it 但是前面這句話是講 還是孩童時代的時候 所以用過去式 so as a kid my daughter loved leaping and clinging onto me I feed 4 and 120 pounds she still greets me by jumping on me for a hug she has no idea I'm on testosterone to maintain the muscle mass to catch her have a few years left before I'll have to ask her to stop it'll break my heart ok I hope it doesn't but oh well 好啦 anyway 好 我們這講幾個故事啊 才第一個而已 好 那我們再看一個好了 才講一個好像怪怪的 來 這個故事我就覺得扭曲很多了 但還是要講一下 來 先把它念完好了 my uncle was a well respected country solicitor who often sorted wills for his clients he then passed on which ones had the most money and the remotest houses to my dad who was a prolific career burglar they never got caught and never will never will be since both are dead now 然後應該舉點 他沒有舉點 好 這故事我覺得 簡直可以寫成小說的或之類的 所以我的uncle 是一個well respected 總之就被大家尊重的 所以用個well放在前面就好的 基本上 那respect被動的 被尊重 那他是一個country solicitor 所以就他們的那個鄉下的 sollicitor就翻譯成律師會簡單一點 uncle是一個律師 大家很尊重 那他幹嘛呢 who often sorted wills for his client 那這用sort 我覺得是一個很道地的用法 我自己大概不會這樣子用 但也非常好 sort有整理的意思 所以他幫他的客戶整理什麼 整理出他們的遺囑 OK 我們好像中爾可以 就遺囑這個字不知道是不是太強烈了一點 我們也說這個可以叫平安值 如果你有聽過的話 我是聽過啦 OK 所以他替他的客戶們整理出他們的 理出他們的wills 所以will這個字 我們知道本身就有意願意志意念之類的意思 所以當他變成名詞的時候 也可以就變成遺囑的意思 OK 所以他替客戶準備出他們的遺囑來 好 那也就是遺願嘛 對不起 對不對 所以下一句我就覺得這故事發展很快 他然後就會pass 這個他的pass加了一個on 就是把什麼給傳下去 所以他把這些遺囑相關的資訊傳下去 你說怎麼可以傳 沒錯 他其實是犯法了 OK 但他就把這個遺囑內容傳下去 傳給誰呢 後面就接to my dad 所以這個片語是pass on something to somebody 那你看他中間格這麼多有沒有 所以中間就是他傳下去的東西 你就必須把這個句子做這樣子的分解 否則你就是看不懂 OK 實際上我看這個句子也多看了兩次 是看懂的 但是我希望分析文法給大家聽的話 我就大概必須要把這部分抓出來 他知道了這個客戶的遺囑內容 然後他就會pass on 什麼什麼什麼給他的爸爸 給這個原坡的爸爸 那中間這什麼東西呢 which ones had the most money and the remotest houses so which ones拿幾個 因為one是這裡寫複數 那拿幾個什麼 拿幾個客戶啊 so which clients which ones 有最多的錢 had the most money 以及最遠的房子 the remotest houses remote就偏遠地區之類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假設今天有一個人快死掉 他寫一個遺囑 喔我的這個鋼琴是古董 我決定留給我的孫子 遺囑對不對 OK我這個保險箱裡面有多少多少錢 這是我女兒的遺囑對不對 那這些東西如果說他住得很遠 然後又很有錢 就很多價值的東西的話 他把這些資訊給了這個原坡的爸爸 OK 那爸爸的部分 to my dad 逗典後面接下去 關係代名詞 所以這邊就是爸爸的行動詞 子句 補充了爸爸是誰 是什麼人 所以to my dad 逗典 who was a prolific career burglar prolific的意思就是很多產的 這個字我們常常用在描述 藝術家 寫作的作家 prolific prolific writer 產量很多的作家之類的 prolific artist prolific painter 所以他爸爸是一個很多產的 什麼東西啊 他是一個職業的career 什麼 所以他職業婦女 我們叫career women 沒問題 所以他爸爸是一個career burglar 什麼是burglar 闖空門的傢伙 你大概都可以猜到故事發展 或者你剛剛第一次聽也聽懂 所以他把這個資訊給了他老爸 然後老爸就去闖空門 就去把東西偷一偷 哇塞 這個實在太屌了吧 那他們從來沒有被抓到過 而且以後也不可能被抓 因為兩個都已經死掉了 所以這個人寫給festival無所謂 因為即便你說你怎麼知情不報之類的 兩個都死了你要怎樣 沒有追溯了 so they never got caught 過去是沒問題 以前沒被抓到過 以後也不會被抓到 用未來是and never will be caught 這個cought可以省略掉 so they never got caught and never will be 因為他用的是since since的確可以當因為 因為兩個現在都死了 所以最後一句現在是 所以我特別想跟大家說一下 最後這個句子很屌 它事實上是三個句子 用兩個連結詞連在一起 一個連結詞是and 一個是since 那三個句子 時態各疑 過去是未來是跟現在是 以前從來沒抓到過過去是 以後也不會被抓到未來是 因為兩個現在都是死掉的 現在是 ok so they never got caught and never will be since both are dead 我發現我們在講解的時候 很常遇上這個狀況就是 我跟同學分享 時態 因為中文就是沒有時態 而我所認識的華人 只要我們覺得他的英文很差 很常就是因為時態都沒有在管 全部不管講什麼都現在是 ok 那我自己常覺得 要是一個人的英文不錯 我往往就是因為這個人的時態用的 是財是所這樣子 所以每次我的學生寫出的作文 如果說時態有顧得很漂亮 每句的時態都 該是他該有的樣子的時候 我就會說 good job ok this is good stuff 所以也希望可以勉勵大家 我們在講英文寫英文的時候 最好都顧一下時態 每一句的時態都是獨立的 或者是相對於其他的東西的這樣子 因為有時候我們的確會在兩個過去式的事情裡面 把其中一個比較早的那一件事情 給他變成過去完成是我之類的 這個例子我沒常看到了 好anyway 兩個故事我覺得時間也差不多了 希望你享受今天的內容 我是Paul 我們下次見